mrk mrk 分配 可能有些人很困惑 今天Peter幫還不清楚的朋友科普一下 拉筋跟瑜伽確實有很多雷同之處 在身體的角度上有類似的效果 例如筋變軟啊血液循環變好啊 雕塑身材等等 還有很多好處這裡沒辦法意義贅述 最大的不同在於 個體意識在做這件事情的動機跟目的 像拉筋生長的人可能是為了健康的考量 運動表現或嚴嚴益壽 或解決失眠這些問題 有一個目的性在的 希望在未來的某一天看到自己的進步 追求一個結果 而瑜伽這個詞的意義呢 其實是宇宙合一的意思 無論你在哪裡 你在哪個頻率在哪個光譜上面 你的腦海中全然的無念無為 但是你卻會自然的對世界做出回應調整 不強求不控制的那種心境 所以換句話說 練習瑜伽的目的 其實是練習無目的 很矛盾吧 但是等我一一解釋 在於放下任何一個執念 讓目標自然而然的到來 所以練習的過程才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結果 雕塑身材 金馬油軟這些都算是附屬順便的 不是練完後 執著在你的筋到底有沒有變軟 身材有沒有變好 而是看練完後24小時的一天 無意義的想法有沒有變得越來越少 身心變得越來越輕 更可以專注在做自己的工作上面 或其他任何事情上面提升效率 談到這裡大家可能會發現一個問題 那就是 執著於放下自己的執念 如果嘗試用自己的執念擺脫我執 那可能一輩子都在說服自己不要有執念了 它本身也是一個非常大的我執 所以 關鍵在當下無強迫性的念頭 如水一般 與環境流動 就如Bruce Lee有說過的 總結一下 拉筋為了健康 練習瑜伽為了在做瑜伽運動以外的時間都能享受當下 你練退了嗎 有任何問題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祝你們有開心平靜的每一天 下次見